iPhone 14 Pro 系列 相信今次最多人關心的 莫過於是iPhone 14 Pro 系列的全新暗紫色設計 記者上手實試後就覺得 暗紫色在陽光下會比較明顯 室內看就會比較像坦克色 iPhone 14 Pro 系列首次帶來4800萬像素的主鏡頭 配合12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進一步加強尾去拍攝功能 拍片方面 今次14 Pro 系列主要在電影效果模式 加入4K拍攝 可以洩露24或30fps影片 另外普通錄影就加入Action Mode動作模式 提供更加好的防守陣效果 在屏幕顯示方面 蘋果就一改以往為人救病的瀏海設計 今次在前鏡頭位置採用橫向滑孔屏幕 瀏海面積比以往減少三成 蘋果更同時引入動態度技術 動態度可以帶出不同的App資料 例如播歌、計時段 iPhone 14 Pro 系列目前正式上市 iPhone 14 Pro 手價由8599元 iPhone 14 Pro Max 則9399元 並繼續提供 黑、金、白色和四種顏色 至於其他更詳細的實測 就要記得留意我們之後的報導